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下午的即时攻略 看看中港股市现在的表现 我们的股市暂时来说 反复都是偏远的 上证跌9点3148点 至于深证盛止5点跌31点 报10145点 创业板指数跌13点 报1782点 港股下午回来 依然向下 跌幅轻微收窄 跌292点 报25737点 至于国企指数跌93点 跌幅是少于恒指 现在报10496点 这次嘉宾请来Rafi 跟我们跟进一下焦点消息 Rafi 你好 今天做得比较好就是长盛汽车 是破顶 高位见过10.24 现在暂时来说 都升到1.1 利好的消息 相信大家都可能会看瑞讯那份报告 瑞讯那份报告 将长盛汽车评级由中盛上调到跑赢大市 相信公司新品牌WEY的产品行一个轻车似品的路线 而较低的价钱提供优质的产品 相信这个新的路线可以成功 管理层预期这个品牌的产品 每架纯利可以给哈佛产品高大约5000元人民币 随信预计 长盛汽车2017-18-19年 WEI品牌的产品可以销售6万 19万和31万架 而哈佛品牌都是处于一个强劲的新产品周期 最新推出的中型SUV H6之外 今年下半年还会再推H4型号和新的中型SUV 公司5月开始已经生产了双离合变速器 相当于每架车可以省到成本3000元人民币 目标价8元看到12.5元 Wafi也看到报告唱好了之后 股价真的应声是上升 你看看是否因为报告而做得那么好 还是追回落后 因为之前吉利升了那么多 当然你说这些长盛今天来说最飙青 整个汽车版块 就算撇除今天的升势之前 没错 你说这个第二季回来 如果不计今天升幅 长盛的确第二季里面有个明显跌幅 我刚才说的吉利 第二季走上去是有点两极化的 但其实整个汽车版块 这个第二季回来都是这样走 有些是升上去 有些是跌了下去 所以比较是觉异一点 所以今天来说是否真的要追回落后 这个不敢敢说 但今天来说 最主要长盛的升 都是刚才提到的关于射讯报告市 但射讯报告里面的论点 究竟是否真的那么利好长盛 或者是否真的那么正面的看法 我自己来说暂时觉得要继续观望 未必一面倒是看得不对的 但我觉得要再观望 不会单单因为这下的一些报告上的说法 或者是公司的取向 就觉得一定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次报告里面 比较重点的内容 都是刚才提到的 HWEY的新品牌 其实这个品牌 都是一些SUV的路线 但是它走的路线 比长城本身 一直在买的SUV的定价 大概是10-15万人民币一架 以这次的新品牌 暂时的定价 大概是15-20万人民币一架 比较高档次 比较高档次 甚至乎这个新品牌 旗下的管理层 或者研发人员 很多都是一些 之前做过日、美、欧各大车厂的 一些外资的管理人员 然后走的路线 好像比以往长城的 比如哈佛 或者其他品牌路线 比较西化一点 这个是直接 公司自己去年年底 说出这个品牌的时候 说明了 是想和一些 所谓日、美、欧 相关大型的车厂 做过竞争 透过这个品牌 所以定价稍微高一点 叫做比较合理一点 但是实际上 今次报告里面 说到 这个品牌相对销售会不错 甚至乎 那个顺利的空间 会较原本哈佛 可能高出五千元 那么多 那当然这个 我觉得不否认的 就是认识的空间量多一点 因此定价比较贵一点 但是 是否等于这样 销量就会好呢 或者是否等于 就可以帮到长城很多呢 这个刚才提到 我觉得要观望 因为如果计算这个品牌 其实就长城旗下 差不多 比较主力 或者主打的车款 都是SUV的 那其实 说真句 你说行高档的SUV 中档的SUV 其实那个分别在哪里 我自己说的 就觉得差别不是那么大 可能当中的性能 会有点不同 但如果用途为主 或者是内地这一刻 都不是太说一些车款 那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差别有没有那么明显 我觉得没什么 反而你这个新的品牌 一定那么贵 其实你说能否卖到 即是能够取胜 我自己有点保留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新的品牌 未来是要做观望 未必是一面多 即是叫做 乐观 甚至乎自己本身 不同的品牌 都可能有竞争意味 甚至乎和其他车厂 去比 可能刚才提到一些 日美欧车厂 或者内地 比如吉里 近年都不断有新的SUV 或者是扔出市场的话 其实整个行业竞争性 来说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计 即是就算最终 可能长城透过这些新品牌 是补多个市占率的 即是可能补得到量的 但是车价 或者销售面 未来会否需要继续减价 或者会否继续减缩 这个要看待之后的数据 所以不要单凡这下报告所说 就觉得新的品牌 一定是好利好了 所以我自己暂时 对这方面的看法 比较审慎一点 嗯,好啊,明白 如果长城汽车 如果真的因为WEI 这个新的路线 而炒上去 可能Wafi也觉得要大家谈慎一点 但另一方面 都见到吉里汽车 今天股价先破顶 然后后来就跌了 都跌差不多3% 现在就15.02的水平 但是看回吉里汽车 股值或者是市值 很明显高过长城汽车 很多 因为大家都会憧憬 新能源汽车 那样东西 以及看见头五个月的销售数字 都非常理想 安年来说 是升了89% 而且是达标44% 以及未来年底的时间 都会和富豪那边 合作新车出售 反应相当理想 其实Wafi 你觉得如果吉里 在现阶段有个调整 仅仅值得在这个水平去达 那说真一句 你说以这么多间车股 或者车企来计 这个吉里 去到这一刻 整体的 无论是销售面 或者是基保面 都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表现 仍然是比较乐观一点 特别刚才提到 可能它的销售情况 刚刚过这个月 都仍有七八成的增幅 往年方面 是比较强的 因为很多间都可以走远一点 例如在长城 也是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的数据 也是有一个下跌在这 的销售 单月计量跌了3.8% 那召售吉里 的确价比较優偿一点 而且你在编家 从其他基本面 譬如说车款的一些出台 或者各样的东西 的确越来越多不同的车款 一些新的SUV 或者是新铃车 那将就会出来 那召售的那个 车款的空间 或者不同的一些范畴 多了 那这个以和整体来看 吉里没错 对比其他同意 是優勝少少的 但亦是那一句 去到這一刻 是否等於它調整等於可以直搏 這個我覺得我自己反而依然是有些保留 因為這樣說 雖然它今天就仔細見了頂後有些回落 但以現階段估值來說 其實它也不算特別便宜 變相是否值得這麼快就追下去 不敢這麼說 而且以整個汽車業的前景去看 不斷地說就是政策面 特別是小排車購置稅的寬簡因素 由去年一成去到5% 現在變成一成去到7.5% 變相沒有之前那麼利好 而以傳統汽車業來說 可能5至8月都是一篇淡的季節 甚至很多的購買力 可能因為法國的政策去年底是出現台的 可能是去年底買 或者是去年底買 可能是去年頭買 所以現階段來說 特別是在5至8月 可能是第二季尾第三季的時間 究竟還能否保持這麼強的銷售面 這是值得有商局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隻吉 你已經跑先了 反而你說現在再追下去 真的不是那麼直撥 我覺得如果這番有貨 其實不斷都叫過大家 雖然價格不斷上去 但也說過很多次了 我覺得有機會是拿著貨 其實如果有個比較寬厚的利潤 其實我覺得可以考慮先吃了戶線 現在一段來說 我不是那麼建議再上車 好 明白 都是Rafi詳盡的分析 先和你談到這裏 剛才說過股份 請問有沒有持有呢? 當然沒有 休息一會 進後回來會解答一下 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待會再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都是請來Rafi 和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股票問題 Moffi你好 你好 我們先聽第一位家庭觀眾 林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你好 兩位好 你四號仔未有貨 四號仔未有貨 現在有憧憬 有分刷的可能 老闆哪個位可以入多小 還有就忘記了 好 明白 四號九倉 六十八個四毫半 今天股價跌幅是百分之1.5 去到六十八個四毫半 林先生就說有一個分刷的衝擊 但見到股價 近來都連續四支的陰燭跌下來 Rafi建議在什麼價位可以吸納呢 當然九倉 其實在五月中回來 曾經都炒過 可能是分刷業務的衝擊 因為當時公司說到 可能是內裡都有些重組 各樣因素 上分刷業之後 另一間公司是持有本港的投資物業 另一間就持有其他資產等等 所以才會衍生到這些 所謂的炒作憧憬 但其實你說到這一刻 是否可以再這樣看下去呢 當然可能性是有的 因為公司自己都敢預期 或者大行都敢看 但是是否即時會現在做呢 或是今時會做呢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一段買下去 如果你真的想搏 這個所謂的分刷業務 或者各樣東西的話 不是不行 但不知道放在什麼時候 或者等多久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看 真的低少買會是上算一些 我覺得稍微可以再等一等 因為特別走上去看 其實見到前幾天 特別六月初回來 曾經不斷試過日頂 那一刻跟著一些本地地產股 一起上去 但是上完之後 到這幾天回來 就不斷有些整顧調整 到今天回來 更加跌穿了十天線 我相信下一站的支持位 可能會試回67元這些位置附近 如果真的要買 可能要到時等它 看看有沒有分拆的概念 各樣東西的話 等67元這些位置買 會比較好些 中線來說 如果假設一旦 宣佈這些重組因素 當然不排除了價 可以有機會再炒一炒起 上面來說 可能先看上73元 哪些位置 但是下面 如果67元入市之後 不斷有過在下市的現象 下面穿回61元 都考慮到指示離場 林先生還有其他問題幫到你嗎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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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聽聽就是有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你好 麻煩你 你好 我想問明天上市的6038 你估計它會有多少星星呢 還有我想問恆子 你覺得它這次調整的目標應該在哪裏 會不會20天線 還是會調 不知會不會調1千點 嗯 好啊 先回答你恆子好嗎 稍後再回答你的信譽 好嗎 先看看恆子 我想問恆子現在這個位置 會調整多少 因為都穿了一條10天線 麻煩你覺得下一個支持 是不是去到20天線的位置呢 其實不出奇 因為今天回來跌 當然大家都知道是科網股的拖累 特別上個星期尾 見到美國那邊都是這樣跌下來 連到今天回來 譬如騰訊又一齊是直接扯了下來 港股在2600這位 稍為叫做跌幾百點 其實很正常 變相這下雖然是穿了10天線 但是短線的確 可能有機會再試低多一點點 但始終我覺得試低方面 其實暫時不算太弱 或者未至於一下子 馬上完全轉小 所以下面來說 我暫時都覺得在那些借細調整為主 假設你再看下去 真的要20天線 即25,600這些位置 我覺得只要這位置 都站得住 我覺得暫時問題都不太大 所以假設你真的要再看淡 你反而看看20天線 真的頂不頂得住 其實可能要打上去不出奇 但如果到時20天線一打都會穿 那可能那一刻 調整的幅度會深一點 那就會明顯少少 所以反而現在關鍵位 是20天線 我覺得你如果未做任何的 即是可能薄跌的一些動作 或者未做任何的部署 不妨看20天線 這隻股份 我想問一下Rafi的目標 可以看多少 如果以這隻信願來計 其實不排除明天 當然想可能有機會可以炒一下 因為其實這隻東西 比較小一點 當時的招架都是大概四毫至四毫二指 今最終以四毫一指中間隔定價 而且每手來說 其實都是四千多元左右 而且今次集資的規模 都是一億鬆一點 以這三個條片來說 其實是以新股的對比計 叫做所謂幾好炒 雖然不排除明天有機會有個不錯的升幅 但留意一點 很多時各地新股那天升得多不多 都要配合那天市場如何走 以今天來說 市場跌回三百點 假設明天再有個少許下市的壓力 可能減弱了這隻新股的升幅度 也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你望星之餘 不要說看太多 我覺得以四毫一指定價 可能初步來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大概六毫子附近 做個目標 如果六毫子能夠到達 其實都差不多五成 我覺得都算一個很吸引的水平 假設到那些位置 我會建議吃了護士 因為以基本面來說 本身這隻做香港方面的平台外場 或者是幕場工作的話 其實又不算太大規模的話 我覺得基本面不算太好 我覺得純粹貪它架細隻 尺寸細小小的 可以炒一下 所以短線回大約六毫子附近 做個目標 好明白 多謝李小姐的查詢 專門聽聽羅小姐的電話 羅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高平先生 是這樣的 今早我入了一個信德集團 是3.3左右 入了少少 這個股份 它這排都升得很漂亮 不知道我還有沒有機會 再入多少 還有沒有價位 適合入的呢 好啊明白 想再加注 3.3買了 那隻二四二順德集團 現在破了頂 適合一近百分之六 之前大摩 都將它目標價3 上條去到3.8 還有一個增持的評級 我猜它今年盈利是可以回升到11億 還有會恢復排息 你覺得它有什麼價位可以再追加呢 如果以3.3買當然很漂亮 現在都賺了一千多錢 當然這一招可以繼續上網 我覺得起碼看上去 接近3.5樓上 看看有沒有機會吃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再加注呢 我覺得就 你看看今天 臨收市之前 看看價格怎樣站 因為現在就向上市 如果今天能夠收市前 站在3.4樓上 我會覺得還有條件向上市多一點 如果到時這樣說 可以少少地再加一加注 但當然我會建議加這新鑄 比舊的鑄 鑄板上洗一點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你是一個所謂高追 如果以翻能夠站在3.4樓上 我覺得可以加一加下去 然後舊的鑄 看著3.5樓上 而新一鑄 到時來計算 看看再上衝之餘 看看大約3.7樓 我覺得反而是兩鑄 不同的做法 會比較合適一點 因為始終也是那句 即是你說近日的勢力強 但鑄板這麼多 其實不排除隨時高位的整固 即是很難預期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以這隻來說 看上網之餘 都不如太過心急 和不如新鑄太大鑄 好 明白 多謝羅小姐投訊 還有其他人可以幫助你 還有一些股份 例如汽車股方面 汽車股東風集團 這個股份有沒有機會撈回貨 好 看看東風 現在4009 股價是偏遠跌2千 9.4的水平 其實都升得很漂亮 之前的走勢不錯 但剛才Wafi也提到 其實下半年的銷售 是不是都可以保持得到 大家要謹慎一點 這隻你建不建議去買貨 當然整個汽車版圈 上一次都說 我看法還是一般般 但以第二季的勢來說 東風是剛才說的吉里 或長城來說比較落後 這一季暫時升了大概7% 但你說東風和吉里 都超過兩成 雖然不排除 東風可能有些追落後 所以以短線 若你真的要搏這件事 不是不行的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但也是那樣 若你純粹搏 可能落後 就不如太過大了 但如果暫時計 你抹位來說 在這些位附近 3.4左右 不妨試一試 上面來說 首先看上去10元這些位置 做中短線的目標價 到達我會建議真的吃 不如太過了 下面來計 20天線 8.9左右 現在9.4上車 大概5號左右 做過指示 我覺得只要你肯定住 20天線做指示 都可以叫小駐地短線試一試 好 多謝羅小姐的查詢 再聽完 吳小姐的電話 吳小姐 你好 吳小姐 你好 吳小姐 你好 我想問兩隻股票 我想問6030的中信 是嗎 中信證圈 是 這個月應該是 除靜的會 我就想探會之息 不知可以在什麼位置賣入呢 嗯 好 明白 我們看中信證圈 6030 現在的股價是15.9 今天跌了2% Rafu 也看回 很多分析都說是第二季 可能中資存商股的業績 或者表現會好一點點 會不會都看好中信證圈 離境外走勢 還有想貪過除靜的 你建不建議 因為息口的關係而入貨呢 當然這樣說 你說本身中信證圈 其實算不算高息呢 一般一般 因為以分現價息率 都是兩厘多左右 不算太多 但是你說 始終未來6月22日除靜 始終現在計算了 差10日8日 其實又不是說不可以 叫試一試上車之餘 收息的 因為說真的 雖然本身的勢力很差 但我都覺得應該差 都不得再差 所以再大一點的空間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多 所以貼近這些低位度 如果都未有貨 現在想上去 我覺得不妨是可以考慮一下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叫賺息之餘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再向上試多一點點 而且回到接下來 其實幾年和快一點 雖然現在A股仍是偶下偶下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樣 不斷地說的就是 再急跌 機會性真的不是那麼大 甚至乎 未來也有些衝景 就是MSCI那個檢測結果 雖然現在都是比較六四之比 即是未煮一面倒覺得入眼 但是我覺得也不是太淡 所以對中資券商股 有些條件可能是反過來炒上去 雖然這些位置 開始留意一下也不是不行 但是比較好些的位置 因為特別是這幾天 特別是今天 再這樣跌 連一些十天、二十天、五十天都跌穿了 可能下一步會試大約15.7這些位置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在大約15.7這個位置上車 看看到時22日之前 上不上車 上得到車的話 一來就可以叫做中線持有駐 二來就收了額 看看到時整體來說 以現在這個價位去看 上面看上大約17元 做一個比較中線的目標價 我覺得下面 現在這個位置 大約15.3這個位置 不跌穿 問題是否那麼大 是否還有一隻股份問題想問 是 是 是 聽不到 我想問是否15.7可以入 是 如果現在這個位置 15.7可以入 那看上去17元 我覺得中線一點去看 是 是 我想問一下石油股 如果2883 我有少少貨 不知道可以在什麼低位再入 你什麼價位買 首先是7元左右 好 7元 看不到2883 今天股價也要繼續下跌 跌近超過1% 6.5.5的 暫時最低位 現在6.5.9 他已經有7元有貨 是否建議再加上去買2883 暫時不太建議 因為這一陣子很一般 最主要受到油價 都是反覆拖累所致 因為特別油價 大家也知道 之前可能是卡塔爾那邊 最終被幾個中東國家斷交 大家擔心了之後 之前的減薪協議 是否有什麼變數 再加上美國那邊 其實原油供應還是多 所以都令整個油價 近日比較差一點點 所以對油股 油田設備股份 其實都有一個瘦類地方 再加上本身 曾經去年年尾 今年年初 炒過油復股 可能炒了今年一個復甦 因為特別開工又多 訂單又多 等等 但現階段 如果油價再這麼低的話 其實對他們未必是太有利 所以以這一天來說 二百八三 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反彈條件 未必見得到 甚至乎 我覺得還有一個下限格局 而且走上去看 現在試著大約六個半這些位 拉過去說 都是一個比較關鍵的轉捩點 守得住 我覺得有機會淡一點點 六個九 至七元邊這位 但守不住 不怕穿了下屍 所以就算你舊了住 你不想走也好 我覺得就真的不宜 而在下行緊的情況裏 加些新住 因為現階段起碼這樣說 看不到太大反彈的動力出現 好啊 多謝家庭觀眾的查詢 我們回答一個WhatsApp的問題 今晚都是想問油股 五個零八有貨 剛才Wafi也說 近來外圍的油價反覆一點 所以都拖累油股的表現 五個零八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五零八有貨 我覺得反而 之前去年九月低位 大約四個八度 做一個指示 我們要穿這些位 考慮先走 但不穿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向上彈一點 但上面來說 我都看 極其量都是看一條五十天線 五個四度 所以你看到整個空間 其實不是那麼充足 因為超空熱回八五七 其實走勢都幾遲 就是一個下行的格局 都受至於幾度平均線 所以就穿四個八 考慮指示 不穿的就淡上去 看五個四個位置左右 好啊 最後一條問題 494的利峰 他三個三有貨 應該怎樣部署犯呢 如果熱回494利峰 我反而覺得這隻 就真的有機會逢高打 但是走一走 因為超空機保面 我覺得不算太過理想 基本上他成本的控制 其實都未見到太多的改善 而這份現價 借近2.9.5 和你三個三比 其實都跌超過一成 如果有機會是 彈上彈上彈3.1 附近 我也挺建議 考慮減一減房 謝謝你詳盡的分析 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好啊 一會兒 還有其他的直播環節 我們快點見吧 然後請說 幫我看 吧 送順